郑爽曾因自卑整容,情路间歇坎坷为什么依然很火原因都在这里了。 郑爽是出身在沈阳一个普通的家庭,从小就开始学钢琴、舞蹈、长笛,后来因为考北舞失利被安排去成都学舞蹈,那年他12岁,受尽冷眼相待。 2007年,郑爽通过不懈努力参加艺考,成为了北影07级表演戏本科班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,那年才16岁,2009年郑爽凭借一起来看刘青宇中的楚宇荀迅速走红,让观众都记住了那个清纯好强的楚宇荀。 这样的他同样吸引了青涩的张翰,戏里他们互生情愫,戏外也修成了正果,彼此吸引,最后郑爽公布了和张翰的恋情,大胆承认自己就是想证明与张翰的关系。 从那以后他在爱情的路上走得颇为幸苦。 他性感倔强,更是眼里柔不得杀字的人,郑爽放弃了很多拍戏的机会,不让张翰与其他女演员拍吻戏,以为这样他们就会结婚,幸福地生活下去。 戏里戏外郑爽都是一个专情的人,对待爱情也是全身心的付出。 记得有一次,张翰在一个节目中打电话给郑爽,说一个亲戚病了,急需要骨髓,问郑爽愿不愿意,郑爽想都没有想,问都没有问哪个亲戚就一口答应了。 把张翰感动的当场差点哭了,试问这样谁会做得到。 那会儿他们好像认定了彼此是今生的唯一,谁想看似轰轰烈烈的爱情只维持了五年,郑爽从谈恋爱开始就一直自信心不足,很张翰在一起压力很大,经常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 他后来就产生了垫鼻子的念头,也确实去往鼻子垫了一个假体,在媒体面前被逼问,他也大方承认却有此事,不折不掩,反而弄得当时旁边的杨幂惊讶不已。 张翰知道此事后,向剧组请假,当天就陪郑爽去医院把假体取出来了,从那以后郑爽越来越不自信了。 后来种种原因郑爽决定结束这段五年的爱情,单方面攻不了结束恋情,也听说这件事后,张翰疯了一样给郑爽打电话。 不过最终还是以分手结束了。 时隔一年后,郑爽和胡彦斌宣布了恋情,由于颜值和各方面的原因,这段不被看好的恋情也没持续多久,分手的原因也让人惋惜。 郑爽后来在自己出的书郑爽的书中写出关于胡彦斌的一百件事,哪怕你只是玩玩感情,我都接受你的纵容,一字一句的都是满满的不自信。 郑爽也努力地在做最真的自己,不但多次媒体面前素颜出镜,还有一次官方发布会上带着商出席,除了敬业精神,他还非常低调,这些后来让观众刷新了对他的看法,开始喜欢倔强又柔弱的他,也因为这样的性格给他带来了很多问题。 并且多次上热搜第一。